字幕志愿者 西元1905年被称为爱因斯坦奇迹年 是因为在这一年当中爱因斯坦于德国科学期刊《物理年鉴》当中连续发表了四篇论文 没错就是在一年当中连续发表了四篇论文 它的第一篇论文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变的一个启发性观点 论文当中解释了什么叫做光电效应 第二篇论文热的分子运动论所要求的禁止液体中悬浮粒子的运动 解释了什么叫做布朗运动 第三篇论文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 介绍了狭义相对论 第四篇论文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含的能量有关吗 介绍了职能等价 它的公式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1等于mc平方 这四篇论文推进了近代物理学的基础 让人重新理解空间 时间 质量 以及能量 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 他荣获192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1999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世纪为人 第99号元素爱 便是因纪念爱因斯坦而命名 他的医生总共发表了300多篇科学论文 和150篇非科学的作品 创立了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 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当你把手放在滚热的炉子上一分钟 感觉像是一个小时 但是坐在一个漂亮的女孩身边整整一个小时 却感觉像是一分钟 这个就是相对论 或许透过爱因斯坦简单又精辟的这一段话 我们可以更有机会更深入的来认识 什么叫做相对论 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要走进物理学的课堂当中 我们不是要写黑板来介绍许多复杂的公式 而是要更多认识爱因斯坦 他一生所走过的路 从更普通人的角度来看这位20世纪当中最重要的天才之一 爱因斯坦他不太喜欢说话 可是他却从小就喜欢观察和思考 在四五岁的某一天 他的父亲送了一支罗盘给他 他深深地被罗盘当中的磁针 展现出的奇异行为所迷住 当他晚年时曾经如此描述过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至少相信我还记得 这种经验给我一个深刻而且持久的印象 我想一定有什么东西深深地隐藏在事物的后面 爱因斯坦的科学之路自此开始 常有人说肯德基是被炸鸡耽误的蛋塔店 拿破里是被披萨耽误的炸鸡店 孙东宝是被牛排耽误的浓汤店 当我们照样照具的时候 或许可以说爱因斯坦是被物理耽误的音乐家 1929年爱因斯坦接受访问的时候曾经说过 如果我没有成为一位科学家 那我就会是一位音乐家 我整天沉浸在音乐之中 把我的生命当成一篇乐章 在与被指南针震撼的同一个时期 他开始学习辣小提琴 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一连几个小时机械重复的功法和指法练习 对他来说根本就不是心灵的享受 一直到了13岁 当他真正体会到莫扎特的作品 所带来的快乐时 他才真正开始展现恋情的热情 他如此描述 莫扎特的音乐是如此的纯净 仿佛一直存在于宇宙之中 等待着大师去发现他 爱因斯坦一生中最喜欢的作曲家 是莫扎特和巴哈 这也许不是什么巧合 许多撰写爱因斯坦传记的作家都指出 巴哈与莫扎特的音乐清晰 简洁 结构完美 与爱因斯坦在自己的理论中追求的一致 或许也基于这个原因 他讨厌19世纪末比较没有组织 更情绪化的音乐 像是华格纳的作品 对爱因斯坦来说 音乐不是正式以外的娱乐 而是他一切思想和工作的核心 他的第二任妻子曾经如此描述 当爱因斯坦在想那些理论的时候 音乐是他的助力 他会走进书房再走出来 在钢琴上弹几个和弦 写下一些东西 再走回到书房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人所具备的智力 仅够使自己清楚地认识到 在大自然面前 自己的智力是何等的缺陷 如果这种谦卑精神能为世人所共有 那么人类活动的世界 就会更加具有吸引力 他也说 在天才和勤奋之间 我毫不迟疑地选择勤奋 他几乎是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催生婆 当后世以天才来形容爱因斯坦的时候 对爱因斯坦来说 其实他仅只是在生命当中坚决地朝着理想而努力奔跑着 学生时期的他曾经因为不习惯知识化的教育而离开学校 他曾经说学校的校长老师就好像军队的班长排长一样 大学的入学考试他也曾经因为只喜欢树立而无法通过入学考试 毕业后的他在成为家喻户晓的科学家之前 他四处寻求教职但却不断碰壁 最后值得落脚在瑞士专利局开始了每天8小时的公务员生活 还好他没有放弃他的理想 因着对理想的执着 他在丰富的想象力中实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 在当时许多科学家眼中视为不可挑战 不可能改变的概念 都在爱因斯坦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当中得到了突破 他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因为知识是有限的 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 推重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泉源 严肃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 他对于真理的执着是一般人所不能明白的 即便他达到了科学的顶端 但他不因此而自满 他说真理永在 我只不过找到了他而已 给开爱因斯坦在科学和音乐上所达到的成就 身为人而不是神的他 生活与一般人无异 与大多数坠入爱河的人相同 爱因斯坦的感情史当中也少不了肉麻的言语 他曾经对着他的初恋情人说 我会发明冻结时间的方程式 让你不会发现我已经走了 但即便如此 他的感情史却跌破了许多人的眼镜 在科学的立场上 或许爱因斯坦展现了不可一世的主宰力 但是在婚姻的情场上 他却近似一筹莫展 无法为他在后世的评论带来多大的加分 他和初恋情人玛丽订婚 却对他不忠而开始疯狂地追求财女科学家米列娃 当追求到米列娃后 他一度痴情到宁愿和他在床上温存 也不愿意到学校上课 两人结婚后 看似即将布上美满的家庭生活 却因着爱因斯坦再度移情别恋 又变了调 此时的爱因斯坦爱上了表姐艾尔莎 而在和爱尔莎结婚之后 爱因斯坦多情的个性不曾改变 仍旧暗地和许多爱人偷情 换个角度来说 或许爱因斯坦生命中所有的女性 都是如过客般的第三者 科学和音乐才是他真正的挚爱 当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威兹曼过世后 总理戴维·本古里昂邀请爱因斯坦初任总统 爱因斯坦婉据说和人打交道 他既无能又无经验 他后来写道 我为以色列政府的邀请深深感动 但忧愁和惭愧冲击着我的内心 因我不能接受这份要职 虽然爱因斯坦的一生当中 曾拥有许多不同的国籍 但他血脉中的犹太民族主义 催促着他以犹太人科学家的身份 站上国际政局的舞台 即便这一举动会为他带来毁谤 羞辱以及打击 但他并不在意 并且以身为犹太人为荣 另一个爱因斯坦因政治局势 而登上世界舞台的历史 发生于1939年 那年他与匈牙利物理学家 和写了一封给美国 罗斯福总统的信 警示了关于右元素发展的可能性 此举影响日后 美国启动曼哈顿计划 进而使得原子弹 用于对日本的战场上 事后爱因斯坦在接受访问时 曾经说 如果他能够知道德国人永远不会成功研制出原子弹 那么他也永远不会抬起手指来写下那一封警示信 如果大家想要更多认识爱因斯坦的一生 可以参考国家地理频道在2017年推出的电视影集 世纪天才 该剧改编自2007年华特·埃萨克森的著作 爱因斯坦 他的人生和宇宙 该剧不只是聚焦于爱因斯坦与科学上的成就 更多详述了描述他生命中不同时期的经历 爱因斯坦的一生证明了许多科学界的定律 而他也用自己的一生、岁月 向我们证明了人再怎么样天才 终究是人 天才是需要努力的 天才是会犯错的 天才逃脱不了烦恼和焦虑的困扰 天才的生命是有限的 终究逃脱不了死亡的结局 再怎么天才 人永远也无法成为不被限制的神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用一个大圆圈代表我学到的知识 但圆圈之外是那么多的空白 对我来说就意味着无知 而且圆圈越大 他的圆周就越长 他与外界空白的接触也就越大 由此可见 我感到不懂的地方还大得很呢 的确如同爱因斯坦所说 世界之大 有限的人岂能够测透这一切呢 而造物主创造世界的奇妙大能 被造之人又岂能明白其中的奥秘呢 即便如此 当我们看着爱因斯坦一生 对科学的执着和热爱 盼望我们的一生 也能够对那改变我们生命 赐给我们永恒的神 燃起相同的火热 穷尽一生来寻求认识他的智慧 文理大道 我们下次再见